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每周360 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PUJOT 2008终于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而且是以CKD的方式贩售 这款车在本地市场只有一个车型可以选择 也就是1.2L的涡轮增加引擎加上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30HP 峰值扭力表现是230Nm 以1.2L的涡轮增加引擎来说 这样的动力表现其实不差了 至于售价方面 它的售价是125753令吉 大家觉得这个价钱有竞争力吗? 实际上这台车除了外观设计很炫目之外 它的内装是充满了科技感 尤其是它的仪表 居然具备了这个螺眼3D的功能 效果真的非常的炫目 除此之外 它的安全配备 比起它的大哥5008以及3008 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例如说它配备了这个车道偏移警示系统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 比较可惜的是主动是定速巡航依旧没有入列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的价格是有竞争力的 但是市场反应怎样 我们稍后就知道了 第二则新闻就是 Proton 正式和Smart 达成合作协议 未来Proton Aida 会帮助 Smart 在泰国还有印尼 销售它们的全新电动车 Smart 这个品牌原本是在 戴姆勒集团旗下的小型豪华车品牌 但是之后 戴姆勒集团把50%的股权卖给了来自中国的基地 也就是说现在Smart 跟Proton 是在同一个保护山下的公司 而最近原厂也宣布 它们会帮助Smart 在东南亚市场 贩售它的电动车 虽然说目前这款电动车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但是原厂应该已经看过了这台车 或者是已经有了新车的销售计划 他们才会达成这样的协议 实际上帮助Smart 销售电动车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Proton 推动本身的电动车进程 而原厂的高层在近日的访问中也表示 这确实会对他们的电动车计划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看到首款Proton的电动车呢 其实我相信并不会太快啦 因为毕竟目前本地市场这个充电设备的普及率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Proton 什么时候会推出第一款电动车呢 第三则新闻同样的还是来自Proton Proton 的高层近日确认了VX11 7人座SUV以及 XX11 Sedan 的消息 这两款车虽然官方从来没有正式确认过 但是目前市场上小道消息已经非常的多 显示这两款车都是在测试中或者是在开发中 而近日在我们询问这个Proton 新任的副CEO Aroslan Abdullah 的时候 他正式向我们确认这两款车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还不是正确的时候来公布这两款车的详情 这两款车一款是7人座的XUV车型 另外一款则是传统的四门房车 所以很好的可以满足本地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我们预测 最快最快这两款车也要在今年的年末才有进一步的消息 大家觉得这两款车会不会是你们想要的车款呢? 关于这两款车的介绍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观看更多详情哦 第四则新闻 BMW 确认他们正在开发新一代的内燃机引擎 未来的新人车 不会是电动车 虽然全球电动化的进程真的进展的非常的快 但是很多老牌的汽车制造商 他们依旧不放弃内燃机引擎 BMW 就是其中一个 近日他们确认了他们正在开发新一代的 直列六缸引擎还有V8涡轮增压引擎 这对于内燃机的粉丝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BMW 也表示他们并不会放弃内燃机的性能车款 但是因为未来排放法规的关系 这些内燃机的引擎很大的可能 会加入这一个混合动力引擎 另外马力也会比起现行的引擎更低 以符合最新的排放标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可以看到内燃机的引擎存在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 只是BMW 并没有表示 新一代的内燃机引擎什么时候会和我们见面 不过我们相信 最快应该明年就会有消息了 最后一则新闻 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Porsche的Taycan 获得了我国颁发的免税政策优惠 它的最大降价幅度超过了20万令吉 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打算在今年推动这个电动车的进程 所以他们在之前已经公布了 会让电动车有着这个税务减免的优惠 而在BMW 之后呢 Porsche最近也公布了他们旗下的首款电动车Taycan 获得了税务减免 每一个车型都获得不同程度的这个折扣 其中最贵的这个Taycan车型呢 获得超过22万令吉的税务回扣 也就是说现在你买这一款车会比之前便宜超过20万令吉 这个价差你甚至可以买多一辆三系列 而目前为止 只有BMW和Porsche公布了他们电动车的免税价格 其他的厂商会不会跟进呢 像是Hyundai或者Nissan等等 我相信在获得税务减免之后 电动车的价格会更为勤勉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 本地的充电装设备并不是那么发达 如果买了电动车要充电会是一个问题 你们对于电动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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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